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针对咱们XS跨战脚本攻击这个专题的最后一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主要是讲解一下 如何利用这个XS跨战脚本攻击呢 去盗取比如说一些管理员啊 或者一些普通用户的这种cookie等敏感信息 以下呢是咱们本次课程的目录 那么咱们这里呢主要是从以下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一个展开 第一呢主要是给各位学员去介绍一下 常见的一些这个跨战的一些词语句 第二呢就是咱们XS攻击 就是一个盗取用户cookie的一个实力演示 那么这里咱们先看第一 那么在XS跨战脚本攻击中啊 常见词语句呢都有哪些呢 然后在这里我给各位学员列举了一些 像比较经典的这个square 包括svg image 包括body div的base等一些常见的一些标签 这都是一些常见的词语句 那么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 那么这里呢各位学员可以在课后去互联网上 或者一些相关书籍中呢去进行一个这个搜集 并进行一个这个学习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下咱们XS XS这个跨战脚本攻击 如何去利用这个漏洞去盗取管理人cookie的 然后底下呢是咱们这个url 然后这是我在另外一台这个机器中呢搭建了一个测试环境 那么我在这里呢在我本地认证器打开这url 好的啊我这里已经打开了 ok set一下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开源的这个西马斯啊 是XS的 然后这套系统呢大家可以从互联网上去进一个搜集并下载 然后这里呢我是提前的然后在这个系统中呢录了一些测试语句测试的一些数据 那么接下来咱们干嘛咱们就要来到这个添加留言处 也就这块 那么这块的话我们需要在哪里去进行咱们这个测语句的添加呢 一般的地方都是像留言标题啊 或者这种留言内容 以及比如像一些某些这个姓名 你像这个联系电话包括这个联系邮箱呢 他一般这个程序呢是做过校验的啊 一般比如联系电话 他只允许只允许你输入这个数字 像这个联系邮箱呢 只允许你输入邮箱的格式 所以那么咱们接下来就在这个留言标题中 插入咱们词语句 那么这里咱们首先要去对这个输入框呢 就进行一个闭合啊 就是利用到咱们前面的知识啊 通过查看原代码 这里可以找到留言标题 然后他这里用到一个input的输入框 然后这里咱们再输入咱们的输入词语句 然后姓名呢 我这里pest 这里我可以不输 这有限我随便输入 另外那种测试 然后呢 我们提交信息 ok 他提示你已经星期天安成功了 我们点击确定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回来 然后我们可以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 看到没 这是我们刚才插入的这条测试语句 他并且啊 已经成功的执行了 并弹出了一个对话框 里面有1 好的 那只是这里呢 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xs 跨站的一个测试 那么我们如何去盗取 他这个比如说管理员的这个cookie呢 那么我们只需要干嘛呀 只需要把我们刚才啊 就说了这个语句 把后面这一段呢 换成就是我们的一个盗取 啊 用户cookie的一个这个 测试语句 那么盗取用户cookie的话 那么这里就需要介入一些其他的xs跨站的一些这个 盗取平台了啊 测试平台 然后我在这里呢 已经打开了一个这个xs平台 然后这个平台呢 这这套圆码呢 然后呃 在这个互联网上是都有下载的 呃 各位学院可以从互联网上去进行个搜集 并啊 去下载 然后本地去搭建 然后这里呢 我就这个平台 我就不过多的去介绍了 然后这里呢 底下有一些公共的模块 当然这种模块的前期是靠你去自己去往里这个填充的 那默认的话 一般只有像这种道具cookie的啊 以及比较简单的像一些这个 呃 获取cookie啊 报一些这个查识探真模块的等等 那么这里呢 你也可以添加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特有程序的啊 比如上呃 这个一句话的啊 或者直接是可以这个 这个webshary拿取webshary的啊 以及直接通过这个查识识啊 或者加这个csf可以直接添加管理员的 那么在这里呢 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调用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主要是讲解一下 如何啊 利用这个平台呢 去盗取啊 当前这个管理员cookie 咱们这里呢 直接查看你的代码 啊 这里我从底下随便找一个这个链接 一个测试的代码啊 就比如说就这个吧 我复制一下 然后这里呢 我只是要把它替换 好的啊 姓名 好 这里我再点击提交信息 OK成功 那么接下来要干嘛 接下来呢 咱们就是等着管理员啊 他去 呃 查看 就是说我们刚才就留的一些这个留言 这里呢 我就模仿管理员去进行登录一下 好 这里我点击提交 OK啊 现在呢 这是这个 CMAS的一个这个企业 建站的一个后台 那么接下来干嘛呀 我要找到就是说当前这个留言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信息管理处 他有一个问答中心管理 好 好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 咱们当前插入这个语句呢 是这样的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执行呢 我们就可以这这会呢 就可以来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查试平台了 去进行一个查看 看到没 他已经成功的 盗取了这个cookie了 然后这里把它点击展开 看到没 这里就是他锁定管理员的这个cookie 那么我们接下来干嘛呀 接下来供应者就可以利用这个 一些借助一些辅助工具啊 去用这个cookie去登录 就我不需要输入你账用密码 我就可以登录你这个后台 这我复制一下 好的 这里我就借助了一个辅助的一个浏览器啊 它是主要是 可以编辑cookie 然后这里呢 就可以输入比如后台的某一个地址 然后我这里就 因为我这个程序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就直接随便输入一个这个比如center 叫sp 然后这里启用cookie 然后呢把我们刚才的cookie值沾到这里面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提交 看到没 稍等一下有点卡顿 ok啊 看到没 现在他已经成功的跳转了这个后台的界面 看 我都可以去进行修改 然后添加信息 我可以添加信息 我已经成功的就是进到他的这个 cmi的后台了 对吧 好的啊 那么上述呢 就是咱们这个 利用XSS跨战脚步攻击这个漏洞呢 去盗取这个官吏 cookie 直接利用cookie去登录 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进入到咱们这个客户习题了 那么这里呢 我给大家留了两个问题啊 两个小的一个这个作业 那么第一呢 就是从咱们这个互联网上去寻找这种XSS平台的圆码 并本地进行一个搭建 那么搭建完成之后干嘛呀 就是你本地再搭建一个 就类似于我刚才这个XXS这种测试环境 然后并利用一些这个XSS攻击的手段呢 去盗取一些用户的敏感信息 好的啊 那么本次咱们这个XSS实力课呢 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 谢谢大家